加长煮法,炒意大利面。 意大利面也可以炒出香喷喷的炒面。 简单几步骤,喜欢的可以试一下。 准备材料。 意大利面。 虾去壳去虾馅。 番茄一粒。 洗净切片。 大葱一粒。 洗净切片。 两粒鸡蛋。 一把菜心。 两粒蒜米,洗净切小。 煮水,加入一汤匙的盐。 水煮沸后。 加入意大利面。 煮至熟透。 出锅。 热锅倒入适量的油。 加入蒜米。 爆香。 倒入意大利面。 倒入意大利面。 加入适量的老抽。 翻炒均匀。 炒至面完全上色。 出锅。 出锅。 热锅倒入适量的油。 加入大葱。 翻炒。 炒至稍微软,加入番茄。 翻炒。 炒至稍微软。 加入适量的油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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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入两粒鸡蛋。 快速翻炒均匀。 加入菜心。 翻炒。 加入面。 翻炒。 捞匀 加入100毫升清水 盖上锅盖焖煮2分钟 2分钟后加入虾 翻炒一下,盖上锅盖 焖煮至虾完全熟即可 家常煮法炒意大利面 喜欢的可以试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